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说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爱ChatGPT人工智能机器人的 这样一个浏览器插件 使用这个插件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不必要去注册 ChatGPT的账号 你就可以使用它的全部功能 OK 非常的方便 大家都知道 最近这个ChatGPT的是火爆全球 然后每个人都在炒作它 都在使用它 都在体验它的功能 但是很多人在注册的时候 都遇到很多问题 导致这个账号都注册不了 然后就不用说 在使用它的功能了 有很多小伙伴 看了我之前的一个注册教程以后 还是遇到一些问题 我在这边也再重新交代一句 大家所犯的错误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你的电脑上没有更改这个国家 还有这个时区 第三个是一个语言 那么把这三个改掉以后的话 你注册的时候一定会成功 OK 那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打开谷歌浏览器 全体是能够科学上网 我们这样开这样一个扩展程序 OK 左上角 那三条杠 然后下面打开 我们应用商店 OK 我们在这边直接搜 这个扩展程序就叫Morning OK 我们搜一下 大家看了 收出来 第一个就是了 第一个就是了 我们点开看一下 OK 我们给它翻译一下 OK 这边有说 OpenEdGPT支持的一个工具 只需要CMD 或者说Counter加M提示 就可以在所有网站上为你提供AI的魔法 当然目前只限于在Chrome浏览器 然后Morning有一个革命性的新用户界面 可以在你喜欢的所有网站上使用OpenEd ChatGPT 例如谷歌搜索 Gmail 包括这样一些网站 都是可以的 OK 那这边是它的一个使用机制 使用机制 选择任何在线的内容 或者说搜索任何的内容 那它就会给你一些简单的回复 简单的回复 那这一边功能就非常多了 非常多了 掌握Excel公司和代码 什么钻学电子邮件回复等等 非常多的功能 那么这个大家自己去研究 OK 我们点这个这边添加至Chrome OK 它正在检查 我们添加至扩展程序 OK 现在是已经添加了 已经添加了 我们给它固定固定显示出来 我们给它显示一下 OK 就是这样一个小图标 OK 那其实呢 它也是有这一个官网的 也是有一个官网的 那大家也可以在它的官网去下载 搜索下载就可以了 那这一边是它简单的一个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那你在任何的这个流浏览网页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使用这个Counter 然后调出这样一个就是对话框 电话框 当然的话呢 你需要登录一下 你需要登录一下 那么这边呢 使用你谷歌账号登录就可以了 不必要这个注册 什么建的GPT的账号 OK 我们登录一下 OK登录以后 它自动调用我谷歌的一个账号 自动登录 登录以后就到了这个界面 就到了这个界面 OK 我们先给它关掉 我们回到这一个谷歌的主页 回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随便在这边搜一个什么东西 搜一个什么东西 打比方这个我们搜一个群书怎么写 OK 大家看到本身这个谷歌 这个一搜的话 下面很多链接 这个怎么过来 怎么教你怎么写 如何写 这个很多贴纸 对不对 那右边的这个地方 是我调用另外一个插件 那确的GPT另外一个插件 它给出了一个答案 那亲爱的怎么怎么怎么 它交进写签数 对不对 那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就是askMolly 这样一个按钮 OK 我们点U 手边这样一个搜索 我们点一下 OK点一下以后 这个地方也出现了一个就是答案 慢慢慢慢都出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上跟右边是基本上是同步的 但是说呢 它的答案跟右边这个确的GPT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原理来讲的话呢 我也不是特别很清楚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点的 就是说这个Merlin的话呢 它也其实也是调用这个确的GPT的一个内核 所以 它有这个 它所产生的这个答案也是通过这个确的GPT里面 机器人自动出来的 只是说它可能是这个 对于这个问题来讲 它可能有很多答案 所以说这边它随机调取的一个答案显示在这边 那这一边也是一样 随机调取另一个答案显示在这边 它是不重复的 所以这个机器人有一个好处 你同一个问题都问它十遍了 它十遍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OK 这是它的这边的一个用处 这边的一个用处 OK 打比方 我们把这样一个文章给它复制一下 我们选 我们选中这样一个文章 OK 我们用counter加m 那调出这样一个调出这样一个对话框 大家看到了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看到就是刚刚它自动就已经 它自动就已经刚刚选中我这个确的GPT的答案 在这边 它自动选中了 因为我选中它以后才调出这样一个对话框的 那这个内容都已经在这边了 对不对 那我们在上边给它给它一个问题 让它让它知道从这些内容里面要干嘛 OK 我们问它一下 请总结 以下内容 的主题 OK 好 我们点回车 回车以后下面马上这边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它的主题是什么 表达对它的深爱和感激 OK 基本上是这样的 写情书本身就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表达对它的深爱和感激 这是它的其中的一个作用 OK 那另外来讲的话呢 它不光是可以做这个事啊 它还可以这个我们让它写个代码看看可不可以 OK这边我们同步的点搜索 那我要让它创建一个函数 取一个代码出来 看它怎么样 那这边其实比较简单的啊 这边 这个出来的好像很简单 对不对 那这一边来讲的话呢 就OK一点了 对吧 这个直接就是代码就出来了 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代码 对不对 OK 那我们尝试 我们把这个文字把它选中啊 也就是说 你在任何的网页里面 遇到任何想问的东西 你就可以选中它 选中它以后呢 按这个counter加m 然后调出这个电话框 调出电话框以后呢 它自动就把你选中的这个 这个文字就已经粘贴了这边来了啊 粘贴了这边来了 很方便 也不用你复制粘贴 它自己会调取 OK 那调取了这边来了以后呢 那你可以在上面发问 那打比方在英文 我看不到 我让它翻译一下 请翻译 以下内容 OK 我们回车 两回车以后呢 那这个地方就就就翻译出来了 对不对 那就翻译出来了 那跟我们输入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不敢说百分百一个字都不错 但是说大致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功能 OK 那这个merlin它的用法呢 其实也就很简单 一个是在这个对话框里面使用 一个就是在这个网页搜索上面的使用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快捷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说 你不必要登陆这个ChatGPT 也不用注册ChatGPT的账户 你就可以使用它 它的答案出来呢 跟这个ChatGPT是相差不大的 相差不大的 非常的方便 那么大家的有空都可以体验它的一些功能 那么它的功能不止这一点 它的功能其实非常多的 OK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